那我们另外也要特别来聊一下 因为我看到这个郑保卿委员 你在昨天特别用现代和声 我们也要来看桃园这场选情 因为你要讲的就是郑文灿 那你特别还讲到说什么 这是郑文灿的这个暗黑帝国 是如何成型的 但最近这些运动中心 还持续有很多的问题 而不也包含了卢竹国民运动中心 他的危险级数是被评定为严重的第四级 然后身为卢竹是你的本命区 你的选区的正命棚 你也没出来说一声 那郑文灿又是如何行诉 他所谓的现代和声你所说的呢 对我想这个郑文灿为什么要找接班人 很清楚的是他怕后来接班人不听他的话 然后揭露他更多的真相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听他话的小弟 或者做他的马前竹 他做太上市长 我讲话你不能不做 所以郑文灿的这些工程的弊案 我想大概不是第一件 也不是最后一件 那不停地爆出来 所以当第一件爆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三级地震整个天马掉下来 所以现在巴德的运动中心发现问题了 连缆线都生锈了 那如果电梯砸下来 谁要负责任 不停地漏水 那么整个让整个积电的这个整个通 这个积电造成了故障 那么所以这个很清楚就是他不停地爆出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现在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小英帝国太子颤 小英是在掌权 但是他是太子颤是正门颤 那这个红氏兄弟黑道党 那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我们知道整个黑道介入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在桃園的大家都这样讲 尤其我们知道洪金 这个黄金春讲出来之后 说郑文灿叫做郑百亿 他邀请郑文灿说你要解释一下 现在桃園是最有钱的事 都讲郑文灿 所以你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人家叫你郑百亿 所以我们就要和珍是讲什么东西 就是你不停地去想办法去赚了很多钱 那我想这个东西 郑文灿当时责任有义务去表示说 为什么人家会叫你郑百亿 我想郑百亿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八年从一个穷人家的小子变成这么有钱 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所以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暗黑势力 它包含跟所有的这个 现在的政商相结合 那么从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资源 所以他为什么讲说他一定要指定接班人 就是整个党已经糟糕起来了 所以你看我想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制衡 你可以看到这些官员 讲说你们要尊重独立机关 你为什么人家要尊重你 就是你真的是独立的 你真的是接受监督的 你真的站在公正心面处理事情 哪里有别人别的党来叫做官说 自己党来叫做官新 这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嘛 斗的话都是在邪恶开始做出发嘛 就是从恶出发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讲说 你不管是陈明通也好 不管是现在的这个NCC 这个陈耀祥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回避立法案的监督 今天如果这些官员敢这样大大大的 回避立法案的监督 我告诉你人民就没有福气了 人民的灾难就起步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发生这么多事情 那么郑文燦从这个巴德运动中心 卢主运动中心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 扬美的这个气功所 都是出现问题 都出现问题 哪里有水 这个大楼盖好了 突然间水下来 就飘45公分 中壢也是嘛 中壢也是 中壢倒下也没有办法用 所以那个我们知道 连陈兰的运动中心 也是游泳池都还在漏水 花了一千多万做的 不行做 现在又增加两千多万 还是做不好 已经交接这么久了 运收这么久了 都没有办法处理 一百多项可以 只有处理几十项 四五十项 其他东东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暗黑帝国 那百姓如果说 好 这个暗黑帝国 让他继续下去 让郑文燦指定的接班人 继续去执政 我告诉你 百姓永远找不到真相 像我们现在所有的郑文燦 我们要去查的东西 都很难查 像他这个 花了十几亿去盖什么天幕 八德运动中心 有执照有建造都压伤人 那些没有建造没有执照 怎么办 压伤人谁来负责 郑文燦既然大啦啦的说 随时可以拆啊 哪里需要建造执照 把八千花财钱 做蜡蜡蜡 把百姓的血汗钱 当成这个贝壳在丢了 所以这个就是百姓最大的悲哀 如果现在我们百姓还认为说 上这些也没关系啦 反正上面讲我们男的就投男的利 就投利 我告诉你受害的一定是你自己 所以我现在很 我们在很沉痛的呼吁大家 我们要讲是非 哪一个人真的在为百姓做事 不要去纵容一个黑道势力 或者是整个暗黑的这个集团 继续执政那我想百姓的受害者 就会陆续出现 凡个当然现在张善政 还有一个很首要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打开他的空战的 这整体的攻击了 因为呢当然这一份民调 他是一个什么关键的 这个应该叫做关键调查 有国份有限公司 他的民调张善政现在 依这份民调的话 他其实只领先振运棚 剩下百分之零点八 当然到选前都还有波动 但大家就是期待说 那可张善政要不要再硬一点 要不要再跟得上时事一点 要不要再多换一点点 中间选民或年轻选票 才可以拉出更安全的数字 我觉得张善政如果输掉 今年年底的桃園市长选 桃園市长选举 我一点都不会意外 我其实我不能理解 他在讲什么东西 什么叫做 他上来是想要引出说 郑运棚是炉竹在地的 这样子的立法委员 所以炉竹运动中心 也出了这个问题 在巴德运动中心出包之后 炉竹运动中心竟然也有 那所以就是已经不是一夜之秋 已经两夜了 那未来可能还有第三个叶片 会落下来 大家就知道说 桃園过去的公共工程的水准 到底是怎么样 他心中想表达了这个 然后他想要玩一个 最近很红的梗 什么可以不可以 放进去一下就好 这个原住民歌手的 这个最近的歪歌非常红的 是他把这两个梗玩在一起 然后讲了这一番话 我是想讲的事情是 那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帮桃園市民 生气一下下就好 你不要叫郑运棚啊 郑运棚不生气 对他没有意外啊 他是郑运棚的小弟 他是民进党的打手啊 他是民进党的对不对 当然这么久的党团干部 在当马前卒 所以他当然不会回头批评 郑运棚不会批评 民进党的执政啊 那请问一下郑运棚你咧 不是对 张三振你咧 你自己咧 你自己有跳出来讲些什么吗 你自己有站在第一线吗 你隔了这么久 你隔了这么久 才终于前一阵子 才出来讲说什么 我要体检桃園市的公共工程 你早在两个礼拜前就该讲 好那你现在讲 我就先不追究说你已经太晚了 可是你的力道够不够呢 我就觉得很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感慨的 今天郑保新委员坐在这边 他每天讲很多 不是讲有的没的 我差点讲说有的没的 不是 他每天提出很多 很多他的主张 或者说你觉得 桃園市怎么样的缺失 你就提 你脸书上写 你坐在政论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同台的 去论述你的政策 为什么张三振不用了 你也选市长 他也选市长 他有比较了不起吗 他有比较高贵吗 他有比较对不对 我干嘛尊于降贵 跟你们在那边讲这些五四三的 我就是要自己讲自己的 那他请问一下 你的民调一直掉啊 你的民调一直掉 过去一段时间 大概在三个月之前 人家讲国民党的候选人 讲完五成多一路掉下来 一路往下滑 那现在往上谈了 为什么 因为他改变他的人物设定 他开始变得很积极论述 开始有攻击性 开始要当个领导者 那为什么张三振你不用了 你还是那个样子啊 你跟当初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个样子没有变啊 为什么 就讲嘛 为什么郑保卿需要 为什么你不需要 那你现在怪什么呢 你民调现在零点点吧 那基本上你 你实际投出来 你输掉也是刚好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 不要在那边东扯西扯的 你自己选的不像样 如果郑孕彭年底啊 这个对 我也没有不敬的意思啊 因为他们毕竟两个是主要候选人嘛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嘛 如果最后 在这一团乱局当中 郑孕彭还能选赢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张善政你自己选的太废了 大新闻大爆卦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大家科普一下哦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